曾經的戰友們好啊 3月2號 3月2號 這個地方紐約剛剛的下了個小雨 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服 今天呢我這個要一個作證 有個作證的線上作證啊 不是到法庭去 所以說就待在家裡邊 在律師的一起有個線上作證 你們懂得啊 哎呀我這胡子真的是 天哪嗷嗷的長了 嗷嗷的長了 我的老天爺這麼厲害啊 那麼昨天大直播完以後 震動比較大 但是呢就是咱們戰友 也沒多少人真正的明白多少的意義 這個當年啊 毛賊東啊 把這個 所謂的國軍的 八十萬大軍 八十萬大軍也好 五十萬大軍也好 反正那些不待見的兵送到了北朝鮮 這個當年是大事兒 大事兒啊 一九五零年的中國和世界局勢啊 大片 這個這次襲太陽 襲死黃啊 要把整個中國火箭軍 也就是過去的導彈部隊 特別是現在啊 所謂的戰略性的啊 所有的武器 都已經跨過了中俄邊境 運到俄烏戰場 這是天大的事兒 這一點兒不亞於當年啊 中朝之間這個戰爭 也不亞於改變人類的二戰 就一九三七年啊 一九三七年 當時希特勒跨過了萊茵河 應該是三月七號啊 三月七號 這個三月七號 這又馬上到了 啊 算上多少年了 這是當年希特勒跨過了萊茵河 法國沒支撐 把希特勒嚇得發抖 是吧 希特勒說大任他們開一槍 我們就是回來 實際上他這多少 那個時候部隊 他部隊很少了 二十萬人 那法國呢 英居呢 絕對被他打死他了 打滅他了 但是法國選擇了沉默 美國選擇了沉默 裝著看不見 最後就讓希特勒 把世界禍害成那樣 是吧 這次若習 參加了俄烏戰爭 火箭部隊 這個全面參戰 甚至公開宣佈 中國人民 幫助俄國的 治俄軍 致願幫助俄的軍 那這個事兒大了 那要比那時候還可怕 現在對於中共來講 對於習死皇來講 國內的經濟問題 政治問題 美國和歐洲全世界 都是病毒溯源的問題 以及全世界 堅決不接受 他所謂對香港的堅決的回歸 這個所謂的撕毀中英合同 和對台灣的堅決統一 全世界不會接受的 大家不明白台灣對全世界的經濟和技術的重要意義 那大了去了 大了去了 大了去了 所以說 整個美國和西方 是不可能同意 把台灣所謂收回來的 那他把台灣如果西方讓出去 西方就完蛋了 從供應鏈 從科技 全都完蛋 外面有一個機械的享受 所以說 兄弟姐妹們 怎麼可能允許 對吧 那不允許 不允許怎麼幹 那就打吧 那一定是這樣子的 是不是 所以說 習 無論是 外交 內交 不管是啥交 沒有好的東西 反正都不行了 都不行了 內政外交 內部經濟 全完球蛋 那在這種情況下 是吧 習 只有一個 這也是當年希特勒 這也是所有的戰爭 最後的動機 內部問題 外部解決 對呀 那麼 而且他們 所有的人 都認為 這一招管用 而且呢 特別是中國人 中國人 多把它送到戰場上以後 中國就團結了 然後大力的宣傳 愛國主義 民主主義 然後中國老百姓 就會死得心甘情願 無上光榮 所以說 在這個時候 習死皇是 絕對有動機 而且已經做好準備了 一生的夢想 就在他那一嗓子了 開幹 就開幹了 可以說 這次他 就像當年希特勒 跨過萊茵河 3月7號 我記得 我記不太清楚 好像3月7號 跨過萊茵河 一模一樣 現在全世界還都很安靜 戰友們去想想 這是多可怕 溯源在3年後 現在美國才發現 福奇很早就知道 這是個人傳人 現在福奇折騰了3年 他才自願退休 然後現在作員 人已經死了多少人了 全人類在受上 疫苗災難的威脅 就這哥們 現在的政策 還在推廣當中 全人類還要打疫苗呢 而且給孩子打 給孕婦打 現在生孩子 孕婦進醫院 甚至去檢測精子卵子 不打疫苗不讓你檢測 可怕不? 並不像你想像的世界這麼聰明 也不像你想像的樣 世界上發現什麼問題都那麼快 是吧 這已經證明給你看了 這就何必一個獨裁的國家 中國共產黨 所以說現在這個中共 是肖長 看到美國的官僚和墮落 你想趙美心的 在美國是國家安全會議成員 百分之百可以獲得國家的安全情報 這麼多年 美國 共產黨還有搞什麼情報嗎? 這是最好的情報啊 到現在 人家還沒進監獄 還好好的 是吧 一個來幫助美國 消滅中共的 告訴美國情報的人 七哥 被七十幾個官司 在樓下當年 福建僑會 梁冠軍 等正齊 那幫孫子在樓下 你看看全都是趙美心的同伙 是吧 抗議我幾個月 所以說這個世界是麻木的 總有人說句話 這個正義會遲到 但不會不來 是吧 廢話 遲到的正義就不叫正義 遲到的正義 嚴格講是邪惡 所有的中國的災難不都是遲到了正義嗎? 結果正義遲到了 共產黨找到了 它找到了 我們中國人就沒人到了 是吧?就完蛋了 不要再抱有歡喜了 所以說昨天 咱們的一個很久不聯繫老領導說 哎呀 給我聯繫了 溫貴 可能你是對的 現在我比較悲觀 中共 這個國家政府機構成為我幾年了 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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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吧 老領導 我說共產黨 怎麼還得堅持到2025年 我說你怎麼那麼絕望呢? 我沒那麼絕望 因為習得折騰幾天 他不折騰到2025年 中國山河不被禁毀 他咋能甘心呢? 習死黃除了把他捉死 還有把全中國人捉死 誰願意被他帶走 那你就試試去 是吧? 就像馬雲 是吧? 像王健林 徐家印等 馬化騰 是吧? 還有什麼盧志強還在哪呢? 張宏瑞 孫子 走著看 北大波產了 下一個就是民生 平安 張宏瑞 破產 沒收 就你家破人亡 而且都是兩個地方 要不進監獄 要不進地獄 沒有第三個地方去 我們爆料革命 特別願意給你們 一起來驗證 到底你們去這兩個什麼地方 戰友們 真正的美好時代啊 從過去的48小時開始的 從過去的48小時開始的